- 太大火了嗎? - 太大火了嗎? - 是嗎? - 嘩! 焦了! - 嘩! 來了! - 嘩! 嘩! - 是要這麼焦的嗎? - 不知道... Hello 大家好! - 又是我Dim Co. Herman - 今次我為大家介紹一個法國的菜式 - Crack Madame - 呃...你幫我關小火吧! - 喔! - 我做的資料搜集都告訴我 - 其實很多巴黎人都很喜歡吃這一款早餐 - 希望大家不會嫌它簡單而喜歡它 - 首先講一下 Crack Madame 一人份量的食材 - 又有鯊刀酸腫麵包兩塊 - 火腿三塊 - 半杯耳朴的格魯椰芝士 - 無鹽牛油兩湯匙 - 一杯半的鮮奶 - 兩湯匙的低筋麵粉 - 適量的調味料 Nutmeg 肉豆扣 - 蛋一隻 - 首先我們將適量的牛油熱溶 - 然後塗上那兩塊麵包 - 那我又利益申報了先啦 - 我是第二次煮食的 - 有很多地方都錯流百出 - 希望你們不要見怪 - 先放適量的牛油去預熱這個平底鍋 - 等牛油溶了之後就可以放第一塊燒一刀麵包 - 在煎麵包這個過程之中 - 應該我開頭就調得太大火了 - 中火就已經OK - 因為你會見到後期 - 牛油開始焦了 - 開始無煙了 - 開始無煙了 - 然後再加上另外一塊沙瓦刀麵包 - 而大部份在香港買到的火腿 - 都是經處理過 - 而可以馬上吃 - 在這個步驟我就做得一般 - 煎到有一點點焦過頭 - 但是都可以吃的 - 都OK - 這樣 - 我的同事就馬上 - 開門了 - 很焦啊大哥 - 哈哈哈哈 - 將它反轉 - 煎香另外一邊的三文治 - 在這個時候 - 我們就可以拿其中一塊麵包 - 放些芝士在三文治裡面 - 放多少就隨你自己個人喜歡 -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芝士 - 所以我就會加大量 - 那你第二塊麵包煎香了 - 煎到金黃色的時候 - 你就可以拿起它熄火 - 搬去焗盆上面 - 給我 - 下一個步驟就是 - 做它那個Bash Mel Sauce - 發色白汁 - 先將牛油 - 放入平底鍋 - 以中火加熱 - 煮熔 - 不時攪盪讓它不太燒焦 - 放進去 - 後便可以 - 慢慢地加入我們的麵粉 - 放了麵粉 然後攪拌,讓它不太焦 煮白汁的步驟都需時兩至三分鐘 因爲它要求白汁煮到要稠 差不多了 嘻嘻,又成功 在煮白汁的時候,我曾經有擔心過那個汁不稠 因爲我煮了一陣子,它都未有稠的跡象 當你見到它真是厚身有稠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半茶匙的鹽 適量的黑胡椒調味 再放入適量的肉豆調味 而我只買到一個新鮮的肉豆扣,所以就需要磨 那我就一邊磨一邊落,都很香 這樣一下 我們攪拌均勻之後,就可以關火 下一步就是把Bachamel sauce 淋上三文治的表面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三文治放入焗爐 180度,就焗它兩至三分鐘 最主要是焗到芝士溶完 當然啦,還有醬汁有少許焦了,就會比較香 我自己本人覺得 現在就可以再煎蛋了 當那份三文治在這個棚裡正在焗的時候 其實你也看到我不是很懂得煎蛋 其實煎蛋應該要很熱的 很熱的平底鍋才去煎 你看到我用慢火煎蛋 都煎了一陣子 才煎熟了 在這個時候,我都拿了三文治出來 然後將它上碟 然後再放一隻雞蛋 因為這個,畢竟都是芝士火腿三文治 其實很難不好吃 而且芝士又很漂亮 所以真的都OK 而我試了這個Krark Madame 的三文治之後 我自己都愛上了它 因為它那個Bachamel sauce 很特別,很香 加上它的美好的法國芝士 加上雞蛋 就真的 都很好吃 如果有很多餘時間 又想吃一下 這個巴勒人本身自己喜歡吃的早餐 就可以試下煮這個Krark Madame 今天都到此為止 希望你不介意它太簡單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再見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